不过现在呢 台湾人是不是很有钱 有的时候呢 因为藏富于民间 成为了诈骗集团盯上的 这样的一个族群了 所以真的要看好 长辈们的荷包了 欧盟线上很多朋友 都说其实呢 现在呢 诈骗集团会用很多的方式 形成金流的断点 所以呢 对于诈骗的手法 要持续锁定我们的直播 永远呢 诈骗推陈书信 我们也会在这边 持续提醒您 可是呢 大家都说台湾人 很有钱 先前乌克兰的总理 也会说台湾是一个 Rich Country 到底这样的概念 从何而来呢 我们要带您看到的是 2023年的 全球财富报告 这是所属瑞幸银行的机构 所公布的这样的调查 我们要带观众朋友来看到 究竟台湾人有多有钱呢 根据2023年 全球财富的年度报告显示 台湾的人均财富净值 是在273,790美元 大约是872万台币左右 全球排名15甚至还赢过了南韩 赢过了德国 南韩呢大概是平均在735万台币左右 全球排名第20 而且呢这个数字大家都觉得说 怎么跟大家想象的好像不一样 台湾真的这么有钱吗 而我们实际去访问财经专家 他说呢一般民众都不会做跨国比较 当然会以其他新进国家的印象去做处理 但是这个财富的定义并不是你的薪资收入哦 是包含了你的土地 房地产甚至还有金融商品这样的收入 而且呢是从金字塔顶端到底端 全部加总起来的平均数 而根据主记总处的国付调查呢 在2020年公布的调查 其实每家户的财富达到了1263万元 而这当中呢就包含了房地产股票 还有您的退休基金 像是劳退到劳保都算进去 所以台湾人呢在亚洲国家来说 其实不算非常顶尖的富有 但是呢这个资产的累积也是蛮可观的 而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我们生活组的记者 品杰来到现场跟我们一起来聊财经话题了 品杰跟我们线上的朋友打个招呼吧 嗨大家好 我刚刚有偷偷看大家的留言 谢谢大家 那我也很开心可以来到新话主播的直播 但是因为今天是我第一次来 所以有点紧张请大家多多包涵 确实哦 可是品杰刚刚看到这个调查 你会不会觉得说 哇个人财富要800多万元 这数字有点难以超乎想象 但是现在还有另外一个数字 恐怕也会超乎大家想象哦 大家都说北漂新年很辛苦 但是到底月收入要多少 才可以成为一个可以负担自己生活的北漂新年呢 相信大家这个应该都是大家的问题 那我们就先看到一个数据 这个数据就有讲到说 毕业一年薪水大概有多少 可以看到没有4万其实是大多数 大概有6成3左右 而且超过4万呢大概是3成7 其实蛮少的 不过有一个数字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感觉 他说平均的薪资是可以来到4.3万 真的有领到这么多吗 我自己是觉得好像不太有感 那大家觉得说4.3万还不错啊 但是看到一下这个 在台北的平均花费 对我们帮大家来看一下分析一下 大概我们如果在台北的话 北漂族一定要先租个房子嘛 所以就可以看到说这个房租大概要1万5 另外还有交通费是1280 还有网路水电费这些 另外这个伙食费大家应该很有感 最近通膨好严重哦 一餐比一餐贵 所以这个通膨是估算来到1万5左右 那以我自己是北漂族来讲的话 我自己会觉得说 因为女生很麻烦是可能还要做脸做指甲 这些加上去真的一个月很难存到钱 那我自己的方法就是要取舍嘛 所以我的那个租金的部分就是 我会希望说租个1万块以内的 那剩下的钱就是可能存下来 或者是拿去做一些比较娱乐性的花费 确实 而且像是我们要出现在镜头前啊 当记者的时候 像我跟品杰 我觉得我们的新生应该是一样的 我也是北漂青年 那个时候我还记得刚来台北的时候 还是大学生 有的时候要上镜头要制装 要买化妆品啊 要买比较穿 看起来比较专业的衣服 有的时候家里还要偷偷补贴一下 真的是可以想象现在北漂青年的艰辛啦 那我们线上呢 造性自斗内了500块钱的时候 热烈欢迎超可爱的品杰 他说第一次来没关系 紧张没关系 可爱就好 他说这个500块我们刚刚在验假超啦 他说这个是真的不用验 那品杰我们回应一下吧 好 相信网友一定都是非常善良的 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到说台湾人都很善良 所以我相信我们频道的网友也是非常的善良 谢谢谢谢 俄平姐真的好可爱 好 那我们刚刚聊到这个话题呢 其实另外一方面还有一个其实也跟我们大学新鲜人也很有感的一件事情 有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包租工特别喜欢找在大学附近 特别九月份要开学了 租屋潮又来了 但是呢现在其实有很多大学附近的包租工 恐怕要面临断炊的危机吗 对我们都觉得说租房子要花费真的很贵 所以我们的压力很大 但其实包租工他们影响也很大 是最近大家都知道有这个少子化的关系 所以其实大学他们的有一些招生的情况也不太好 像是我们之前我自己之前就做了一条新闻 他就是说像实践啊或者是中华大学文化大学 他们其实招生的缺额率都有来到五成 都超过五成 其实很高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旁边下面的这个数字 他有讲到说如果是看到2022年的话 这个18到21岁的大学生 其实是已经跌破百万哦 非常的少哎 那如果再往后个6年2028年的话 甚至可能只剩下77.7万 这个影响是真的很大 那有些可能情况比较不好的是 旁边这个高雄的东方设计学院 他甚至是在5月的时候就已经申请停招 那就连带影响到他周边的包租工 可能这个房租房子就租不出去 所以附近有些甚至是挂邻的情况 那他们也很聪明啊 如果今天挂邻的话不可能嘛 还是要生活 所以有很多都会想要转型 那这个房产业者他就讲到说 哎那不如我们就把装潢给升级 不然来租给这个上班族好像也不错 是确实哦 但是还好啦 这个东方设计大学附近 其实连接路逐 附近还有工业园区 相信呢这个房东会找到自己租屋的出路 全状18平大的小套房 窗外绿意盎然 由于坐落于台北市那颗黄金地段 光是房价就要1300多万 那像我们这块空间呢 未来会做成一个开放式的卧榻 那卧榻下面会有收纳的空间 那上面可以变成一个简单的客房 那需要的时候拉门拉起来 它就是一个独立的房间了 室内可使用空间大约11平 设计师绞尽脑汁 要善用收纳层架和多功能家具 提高屋主的生活舒适度 然而现在万物起涨 每瓶装修预算抓5到8万 外加买家具家电 预估总共得再花100万 居住成本高得吓人 所有的不管是施工 厂商的工资 然后一直到他们材料的成本 其实这两年都有相当明显的涨幅 那这些都是要反映在 这个造价成本上的 日后的不管是管理费 水电瓦斯 然后这些每天每个礼拜 每个月养护的这些耗材 都会形成我们生活上的一个负担 这是你的包裹 这麻烦请你先收一下 杂钱买房还没完 社区管理费 水电瓦斯都属于持续性支出 随着通膨恶化 开销只会增加 不会减少 根据主计总处最新统计 7月国内居住类指数为105.19 较去年同期成长1.88% 房租指数103.89 年增率1.99% 都双创历史记录 台湾物业管理学会理事长郭继子直言 国内居住成本 未来没有最高 只有更高 最大的一个项目就是人事费 而且我们社区的 不论是保全人员 还是清洁人员 还是物业管理人员 这些人本来就是薪资比较低 基本薪资一调涨 他们相应的工资 福利就会调涨 社区大楼公社除了健身房交移厅游泳池 甚至还有桌球室三温暖SPA花样越来越多 然而选择增加代表维护修缮的成本相对提升 主计总处数据显示 居住类指数中以住宅维修费涨幅最大 年增率3.38% 目前看起来因为社区需要修缮或者是因应日后可能会换电梯这种费用 比较大额费用的产生 所以他们都会提前预应 在每个月里面先收这样子的概念 那当然对于这种住户来讲 他都会明显感受到 假如他这次有明显调升的时候 其实在短期之间他的这种冲击 或者是觉得说这种生活压力是会呈现一些些微的增加 现在不止买房很轻 民众还得为不断增加的水电瓦斯 修缮管理费荷包背包好几层皮 TVB也新闻罗士鹏代元力台北报道